德之本也 财之莫也 德行天下 那我相信大家用正知正见正念 那我们就有正的风水 就有正的能量 那我相信各位都能成就您的一切 所以最后透过习大大一句话 他说未来的中国 是一群正知正念正能人的天下 真正的危机 它不是金融危机 而是道德跟信仰的危机 谁的福报越多 谁的能量就越大 以智者为无 以良善者同行 心怀苍生 大爱无疆 这句话就是来告诉我们 从今天开始 要怎么样的 把自己的未来成就一切 从修炼自己开始 我们第一节课 就先跟各位谈到这里 只要把自己修炼好了 你就可以成为赢家 谢谢大家